孕妇更是便秘的高发人群,从怀孕的第四个月起,孕妇胃分泌减少,内肠道如毒会减慢,结肠运动也会减弱,另外,骨盆体肌肉的张力也减重,还有自宫增大,胎儿压破,以及体力活动减少,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孕妇便秘。 孕妇便秘对孕妇和胎儿都有着很大的影响,肠道内的毒素堆积,可能造成毒素随血液在全身传递,最后可能危及胎儿,造成胎儿畸形,便秘还会导致孕妇小腹胀痛,影响孕妇心情从而影响激素分泌。 一,无花果蜜糖粥,做吧,将精米50克洗净,放入锅中,加水适量,在粥最后放入无花果30克集成,和粥食调入蜂蜜,二,麻油霸菠菜,材料,用新鲜菠菜250克,食盐,麻油少许,做吧,将菠菜洗净,带过中水煮备,放入食盐,再把菠菜放入温水中,烫约3分钟取出,加入麻油, 烫约集成,常识有效,上边这两个食疗方,可以起到缓解便秘的效果,经常吃这两种食物,也可以起到调节怀孕期间大量进步的饮食结构的作用,这两个食物中的无花果,精米,菠菜等有富含善食腺癌,它能够调理便秘患者的肠道,促进系蠕动,蜂蜜,芝麻油等,可以起到润化肠道的作用,这样更有利于分辨的排出, 其中,膳食纤维的补充对于缓解便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它能够调理肠道,恢复肠道功能彻底的根除便秘,但是美中不足的是,通过食疗来补充膳食纤维,效果短时间不明显,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,适合日常坚持调理,对于孕婦来说健康问题,是越早解决越好,不能耽误, 那么,我们可以使用膳食纤维补充剂,著名医学杂志使用医学曾介绍过,都约他,便秘虽然是个小毛病,但是却严重地影响孕妇的生活质量, 特别是这个敏感的时期,更容易因此引发情绪波动,对孕妇和胎儿的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, 而且,我们上边也提到便秘,对孕妇所造成的种种危害,都是不容忽视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帮我贴近优便XYD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